使用前,首先把绳子穿好,按绳子的标号 一,二,二走这边进去,走这边出来,这边是条绳子松紧 三的话,走这个轮这里出来,然后走这里穿过去,一直穿过去,用那个穿绳的专用工具 然后把绳子走这边勾出来,在这里,看这边,看这边 把绳子走这里出来,四走这里过来,五在下边 穿绳子时,让线走在轮子的中间,不要卡到旁边,这样的话绳子会拉不过去 五,六,七在这里,然后八 把绳子拉过来,到最后,在这里,九,九的话是最后一个过程 然后绳子拉紧以后,把这个夹绳扣搬开以后,绳子走下面往上面扰 一定要走下面往上面扰,扰半圈 不要走上面往下面扰,一定要走下面往上面扰半圈 绳子拉鞋,用这个刀片把它切断掉 这样一个穿绳子的过程就可以完成 然后操作时,先把电源开关打开 然后安全开关再打开 把我们要捆扎的物品 放,不管大的物品,小的物品 你一定要靠紧这个紧实度的档杆 用手压着 这样可以完成一个打结的动作 不管大的物品,小的物品 一定要靠紧这个紧实度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 不管大的物品,小的物品 调整的话 调整绳子松紧的话是设计2号 2号调整绳子的松紧 往左手,顺势针是紧,逆势针是松 绳子松紧调整的话 看6号这个导线棒 6号的导线棒的话是在45度 如果是太高 绳子松松的,就是证明绳子调太松 要把它调紧 2号调紧以后 让它转一圈以后 看它停在什么位置 如果是45度上下的话就OK 如果是太靠下面的话是太紧 如果太靠下面的话就太紧 一定要把绳子放松才可以 绳子在45度 调好绳子以后,让它转一圈 打一圈 早先放停在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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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45度 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才可以操作正常 如果是说脱绳子 脱绳子的话 如果你后面绳子调得太紧的话 会脱绳子 脱绳子的话 就是2号稍微放松一点点 2号放松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要把这个螺母把它松开 往里边压 加绳扣压紧一点点 这样的话就不会脱绳子 还有这边绳子的话 是有两个放绳子的位置 这边是在使用当中的 这边是备用的 这边用完以后 可以打一个结,结起来 移到这边 不能在这边用 在这边用的话 绳子会拉不过来 这样你会脱绳子的话 一定要放在这边 这边是留作备用 不能放在这里用 绳子松紧的话 就是看这个导线棒 看这个6号的导线棒 在45度就OK 如果是脱绳子的话 如果加绳扣脱绳子 正常打结的话 就是说打完结以后 一条绳子长 一条绳子长 一条绳子短 然后是个双结 是两个绳子在晚结 如果是说一条绳子晚结 另外一条绳子 特别长的时间 这样一拉 就会散开的时间 也是这个加绳扣太松 要把这个加绳 这个螺丝松开以后 加绳扣向里面调 调整 调紧一点 都会变成双结 都可以正常 不管大的物品 小的物品 一定要靠近这边 靠近90度长感 下面 这样的话 一条绳子 小的物品 也是一样的 靠近这个90度长感 这样的话 才能够打完 这样的就是正常的 打结 打结 这样的话是正常的 这样的话是正常的 对 加剂 那些大胸 害的 小疯